今天早上吃疙瘩汤 简单快速 随便弄一点面粉 散量多次的加清水 给它搅成疙瘩就可以了 将它这样调成细小的像鸡蛋碎一样的 这样就可以了 水一定要一点点少少的加 我刚才水加多了就成面团了 然后重新来了一遍 放油 放一点葱花 虾 然后放番茄 家里面没有小宝宝可以先给它加点盐 我们也等一会再加 水开以后下入面疙瘩 一边放入一边搅 放入鸡蛋液 一边放一边搅 撒入一点青菜 一点香油 先把小孩都盛起来 这样做出来的大人小孩应该都喜欢吃 这样做出来的大人小孩应该都喜欢吃 现在可以开始来调味了 放点盐 酱油 再来点胡椒粉 吃不吃饭了 西西谁给你弄的 小心烫 我先尝一下 用电饭过来做一个苹果蛋糕 因为今天是平安夜 将皮给它刮掉 对半切开 将它斜着切片 切薄一点 越薄越好 苹果切好以后 将它放到盆里面 挤一点柠檬汁 这样就可以增加它的味道 据说还可以防止氧化 这个多少随意啊 在盆里面 扣入两颗鸡蛋 鸡蛋打散以后 给它加入适量的白糖 这里加60克 然后再加入牛奶 加入黄油40克 这个黄油是融化了的 最后我们再来加入低筋面粉80克 过一下筛 这样它不容易起颗粒 将它搅拌至没有干面粉颗粒 泡打粉酱母粉什么都不加 直接将苹果倒进来就可以了 在这个电饭锅里面 放适量的油 搅拌均匀 这样子脱模的时候就不会粘了 多刷一点 先将苹果挂进去 然后生一点液体 我们到后面给它加入 这样做出来据说更均匀 剩下一点面糊倒入 这样做出来更饱满 将它按成这个面包 烤面包的功能 没有这样子的功能的话 你就普通的煮饭键按两次就可以了 你小心一点啊 你别掉下去了 你看好危险嘛 你看 我窗户打开的 等一会你踩翻了一下子就飞下去了 过来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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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蛋糕就做好了 将它弄出来 今天把它调上时间我就出门了 我看一下怎么样效果 还是不错啊 你看这颜色还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 吃饭了 我们切这个自己做的苹果蛋糕 切来尝一下 看看味道怎么样 哇 看它这里面的苹果还是一层一层的 感觉这个也特别的好吃哦 我今天放的糖也放的多尝一下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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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呢? 這是什麼 還有這個 好好喔 小羊羹 誰買給我? 媽媽 什麼? 媽媽 媽媽買給我 誰買給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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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給媽媽 彈一首歌 大哥 小羊羹要搶東西了 你看這兩個 哈哈 哈哈 都給你 想到那個歌迷 搖槍子 男的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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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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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